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物件导向里面的计程 那计程这样的观念在排总里面是怎么样实现的呢? 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说明 好,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要设计一个问题的一个类别 好,所以这个问题这个类别呢,我们这个类别叫做question 那这个类别的question就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你又可以再把它细分下去 有的是填空题叫fill in 的question 有的是选择题叫choice 的question 那有的是numerical 的question 就是回答一个数字的一个问题 好,那另外呢,这个choice question 呢,它又可以 可能又可以再细分下去,是不是一个多选题 这个multi choice 好,那同学们回想一下我们在那个物件导向里面呢 我们要表达类别跟类别 它们之间的继承重属跟继承的关系的话 我们是会画成一个像这样的图的 好,在这里面呢,question 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一个类别 那事实上,question 呢,上面还有一个类别 叫做object 呢,那这个object 呢,就是python 里面的所有的类别 都是继承自 object 这个类别而来的 好,那只是说我们在问简化期间 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把object 给它 就,比如说就把它省略掉 但是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question 也是继承自 object 那下面呢,它这三个就是它的那个尺寸 就是尺寸有前控题,有选择题 还有那个伟大数字的那个题目 这三个类别都是继承于question 那另外呢,那个mati question 多选题 又是继承于选择题 好,所以它们这是一个物体 这是一个类别它的阶层的关系图 好,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question question 这个类别呢,我们会设定两个 它的成员变数 好,一个叫做text 好,就是这个问题 它的文字的叙述是什么 再来,第二个变数呢,是它的insert 我们要设定它的答案 好,所以这个question 这个类别 我们会有这两位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在介绍继承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基本的 这一个question 这个类别 它里面是什么设定 好,这边我们先来看这个question 点pi 这一个档案 好,这个档案呢,我们首先在第七行这个地方 我们先定义 有一个class叫做question 这是类别的定义方法 那第十行这边呢,这是question 它的建构式 好,在建构式里面呢,我们努力去初始化 这个text跟answer 这两个成员变数 就分别是对照在 这边所介绍的text跟answer 这两个变数 好,在11行跟12行我们做一个初始设定 一开始我们就把它设计成是一个空字串 好,再来下面呢,有一些他 那个question 这个类别 也会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在第十七行这个 这个函数呢,它就是set text 它去设定 这个question 这个 这个物件 它的那个文字的叙述是什么 好,所以它的输入就是question.text 把它输入,把它做设定 那再来,接下来还有 第23行这边是去设定答案 set answer 好,所以这个set answer 这边呢 我会把它的那个回答的那个答案 也把它这边做的设定 再来,接下来在第30行这边 我们去设定了一个功能 函数叫做check answer 那check answer 呢 就是它会把这个response 这个response 是使用 就是那个考生它输入的答案 它的回答是什么 好,所以check answer 呢 最主要就是要去检查 这个考生的这个response 是不是跟原来这个问题 所设定的这个答案 是不是一样 好,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 return true 这个等号等于等于就是去判断 这两个是不是 是不是相同 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 就会是 return 是 true 不然的话就是 false 好,再来第三十五行呢 第三十五行呢 是 display 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就是负责把这个题目 把它列印出来在荧幕上面 让考生去作答 好,以上这些就是 question 它所用到的 它所设定的一些成员变数 还有它的几个功能的函数 好,那 question 这个 class 我们介绍完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它的继承 如果说今天在我们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好, question 这个 class 呢 它下面有一些 有一些类别是衍生至这个 class 要去继承这个 question 好,那比如说我们就以 choice question 来做例子 choice question 呢 我们会去继承 question 这个类别 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会有 因为它是选择题嘛 所以它会有一些它自己额外的属性 好,所以呢 我们这边要设计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类别 叫做 choice question 好,这个 choice question 呢 好,而且我们再稍微改一下 好,这个 choice question 它会有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会有 它会有三个栏位 三个成员变数 好,有两个是继承至原来的 question text 跟 answer 那它会有再多一个 这个多一个呢 我看叫做 好,这边会多一个叫做 choice 好,你可以看到在下面这边 choice 的 question 这边会再多一个叫做 choice 这个存语变数 好,所以我们把这个 choice choice 好,把它加上去 好,现在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uestions 怎么样做继承 好,这个是我们要设定的 这个是我们的 choice question 呢 它会继承自 question 里面的 text 还有 answer 那出字之外它还多了一个叫做 choice 就是它多一个它的选择 好,就是 那个选项 它的 这个选项 然后 它的 就是 用选项是选择题 好,所以选择题 你就会有 比如说会有 一二三四 有四个选项 每一个选项你就会描述 这个 描述它的一个答案 那你要选择这个答案 你看你就要选择 是不是选择这个选项 好,所以 choice 这个就是描述每一个选项 它的那个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去做这种计程 要怎么设计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第四十行开始 这边开始 我们有第一个 另一个 class 叫做 choice question 好,这个 choice question 呢 好,这个 choice question 呢 它是写成这样子 好,它的写法是这样 它要继承至 question 用一个括弧 代表它继承至 question 然后后面呢 再加一个动画 就代表它继承 它要继承一个叫 object 它代表说 它其实是一个多重继承 它从事要继承 question 也要继承 object 那我们有说过 object 其实就是所有 所有那个 在 Python 里面 那个 object 也算是最 最主要的一个 object 所有的物件都要继承至它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多重继承 你可以把它继承的多个类别 写在这个括弧里面 所以这代表说 这个 choice question 呢 它要继承 它要继承 question 这个类别 它要继承 object 的类别 不过要接近同学要注意的是 在 2.7 的版本是这样写 但是在 3.x 以后的版本呢 你就不用再写 object 因为 object 是预设的一个 一个物件 一个类别 所以你只要写 question 这样就可以了 在一个括弧里面写 question 就代表说 choice question 它的继承是 question 这个类别 但是因为在 2.7 里面 我们不这样写的话 是执行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地方 要请大家同学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 42 行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 define 定义它的建构式 你可以看到这个建构式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 43 行这个地方 我们呼叫一个叫做 super 这个 super 他就是要去呼叫他自己 呼叫他的 super class 呼叫他的 super class 从 question 这个类别 寄成来的 所以 super 这个部分 这个函数呢 它这边就写了 它是要去呼叫是 choice question 它的上一层的类别 这边还多一个 self 那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 super 的用法 在 2.7 版本 你只要写一个 super 它就是知道说 你就是要写 就是 choice question 的 这个类别的上一层的类别 它所继承的类别 去呼叫 呼叫他的 initial 他这个函数 也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这一个函数 他会去呼叫他做这些设定 对 text 跟 answer 做设定 但是在 2.7 版 它的语法是有点不同的 所以你还是要把 你要完整的把 choice question 还有这个 self 这些都要行上去 它才能做 它这个语法才不会有问题 不然其他的部分 都是一样的 在这边还多了一个 self.choice 就是说我们这边要新增一个 choice 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一开始是一个 一个空的 一个 list 一个串列 所以我们就是 因为选择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串列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先用一个空的 这个 choice question 这个选择题这个类别 我们定义的下面的 我们定义的 这个两个新的函数 第一个函数叫做 add choice 这个 add choice 这个 add choice 是一个新的 这个 choice 它就是这边定义的 这个功能我要去增加一个选项 这个既然是个选择题 那我们就可以在选择题里面 它选择题里面会有 会有那个问题的描述 然后再来选项 a 选项 1 它的描述 再选项 2 它的描述 所以我们会要在这个地方 增加这个选项 所以在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用的方法是 这个是选择 这第几个选择 然后另外我也要 这个选择的有哪些 然后另外还要把正确的答案 也要写出来 所以在这地方 你可以看到 在第 51 号里面 我们就是把这个 choice 把它 append 把它加上去 把这一个 你新增的这一个选 这个选择题的 某一个选项 把它加上去 append 上去 因为它是一个 list 的形式 所以你可以把它一个一个的 一比一比的把它加上去 好 所以把它加上去 好 那再来下面 下面这一个是 第 52 行 这边是 correct 就说这个选项 是不是正确的答案 如果是正确的答案的话 这 correct 就是 true 或 false 如果是正确答案的话 好 那我就会把这个 好 我就会把这个选项的这个 有一个 choice trim 就等于是 把这个 length 把这个目前的选项 这个 self choice 目前这个 list 里面的长度有多少 到底有几个答案 把这个几个答案 比如说 目前已经填入两个答案了 然后这两个答案的 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 所以我就把它转换成 自串 好 那这个自串 就是比如说第二个 二 那这二呢 就会是你的正确答案 好 所以这个是 这边目前我们设定成是 单选题的 好 所以当你 假设你这个题目 会有四个选项 这个选择题 有四个选 四个选项 那每一个选项 你就一笔一笔加上去 其中呢 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答案的话 那这个 他第二个选项 这个地方就会设成 true 那设成 true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 你的 choice 所以你就会形成 2 好 所以当使用者在做选择题的时候 他只要输入 1234 像刚才 像待会我们会展示的例子里面 会有四个答案 那如果第二个是正确答案的话 那我们就 使用者输入的是 2 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比对 看是不是 2 是跟我们这些设定答案是一样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在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第二个函数 第58行 这个函数 叫做 display 好 要特别注意的是说 这个 display 是一个 override 好 我们回顾一下 在前面 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 question 这个类别 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是定义的 question 这个类别 这个 question 这个类别 已经有定义了 这个 display 这个功能函数 那在 在 choice question 里面呢 他也定义了他自己的 display 好 这两个既然名称相同的话 所以在物件导箱里面 他会被 override 就是这个 question 的 display 就是这个 question 的 display 他会被 choice question 所取代 所取代掉 好 所以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要做个改写 因为选择题嘛 他显示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好 所以呢 所以在第六十号这边呢 首先我们去呼叫 super super 还记得吗 就是他去呼叫 他的 他继承的上一层的那个类别 的那个 那个 类别 然后去呼叫他的 display 所以先显示 这个 display 所以他会去呼叫这个 question 这个类别的 display 这个函数 那这个 display 函数呢 他会去把这个题目先印出来 好 这个印出来就直线完毕了 直线完毕之后呢 再来我要去选 我要去 我要去显示 这一个 选择题 他的这几个选项 假设有四个选项 好 所以我就要把 这四个选项 for i 从 range 就是看有四个选项 i 就是从 他的这个 range 好 就是看你这个 看你这个选项里面 总共有几个 总共有几个 有几个项目 就把他 就把他全部列出来 好 所以你的 chose number 就等于从 i 从 0 开始嘛 所以说第一个 好 把他的那个 把他的这个 第一个选项 然后他的那个 那个字串 把它印出来 好 你可以对调像这个地方 就是第一个选项 好 然后这个冒号 然后把他这个 把这个选项的那个文字 把它列印出来 好 再来第二个选项 好 是 Canada 第三个选项 Netherlands 第四个选项是 United States 好 把这四个选项 依序的透过这个 form 我们就把它一一的列出来 好 这个就是 选择题 它的 display 好 这样子做设计 好 那这样子设计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第二个程式 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程式 好 在第五号这边呢 我们就从这个 questions 这个档案呢 我们把 question 跟 choice question 这两个类别 先把它 import进来 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定义这个 main 这个函数 好 这 main 类函数呢 那我们先初始化 一个 first 这个 question 它是 question 的 有 question 这个 这一个类别 所制造出来的物件 first 好 所以 first 它是一个问题 那 first 呢 这个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先设定 它的题目是什么 Who was the inventor of Python 然后我们也要顺便 把这第一个问题 它的答案也设定好 好 就 who dove and lost 好 再来我们来设计第二题 在第十号这边 设计第二题 第二题呢 它是 choice 它是 它是一个 choice question 的物件 好 所以 choice question 的物件呢 它我们就会呼叫它的建构式 好 那记得 choice question 它又是继承语 question 好 所以它又会去呼叫 question 建构式 好 是用这样的 这样的方法 把这个 second 这个第二个问题 这个物件呢 把它设定好 好 接下来 先做个初始化 那接下来第十三行呢 就要做那个设定 先设定这个第二题的问题 是什么 set text in which country was the inventor of Python 就是这个 Python 的这个发明者呢 它是在哪里的国家出生的 好 再来第四 好 因为既然这个是选择题嘛 所以你接下来要把这个问题的选项 一个人再加上来 这是第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用 add choice 这个 add choice 这个功能函数呢 把第一个选项加上去 然后后面呢 附上说这个答案是对还是错 好 记得这是个单选题 所以我们就是 第一个答案是 设定成是错的 第二个答案 是Canada 也是错的 第三个选项 是Nathaline 这样是对的 第四个答案 也是错的 好 把这四个选项 它的正确与否 都设定好之后 好 接下来十九行 我们就去 把这个 present 把第一个问题 把第一个 first 这一第二个问题 把它 present 把它在荧幕上显示出来 present question 在下面这个函数会第一 好 所以我们就是在第十九行 跟第二十行 把这两个 question 把它定义在荧幕上面 给考试来作答 好 那 present question 它这边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函数 就是先去呼叫这个 好 这个 q q 是一个 这个 q 就是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 它可以 事实上的 q 它可能是属于 question 这个类别 它也有可能是属于 choice question 的类别 但是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不用写 我们不用特别再去指定 它的形态是什么 它都可以正确的使用 所以说 当你这个 q 是 question 的类别的时候 好 那个 question 好 就在我们刚才在 question 这个类别里面的 display 它的呼叫是这个 question 这个类别的 display 好 如果说它是 它这个 q 是 question 这个类别 像 first first 就是 question question 这个类别产生出来的 所以它就会去呼叫 question 这个类别 display 那如果 q 是 second 它是 这个 choice question 的 这个类别的话 那它就会去呼叫 choice question 的 display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它 所以这里的 q 它就会呼叫 choice question display 好 这个是一种用动态的方法 来去决定说 这一个 这个 display 这个函数 到底是要用谁 用 choice 的 用 question 的 display 还是要用 choice question display 它可以动态去决定 要用哪一个类别 哪一个类别的功能函数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多型 polymorphism 我们在待会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再稍微再对他做个介绍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多型的一个呈现 那多型的呈现的话 就可以让你的写程式更精简 它是动态的时候 程式在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才会知道说 就是在 run time 的时候 才会知道说 我这个 display 是要跟哪一个 class 的函数做百里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多型的一种 特别的设定 这也是物件导下的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原则 一个概念 好 那在第27行这个地方 我们就 让使用者去输入 他的 让考生输入他的 answer 然后最后就要去 check 把这个使用者的 response 把这个考生的 response 输入进去 去检查 然后再去 再去根据这一个 根据他的那个 class 来去决定说 要用哪一个 来去检查他的答案 哪一个函数 check answer 来去检查他的答案 这边也是用到了 动态的那个 动态的方式 就是在 run time 的时候 动态去决定说 要用哪一个 类别的 method 来去检查他的答案 这也是多型的一个应用 好 然后最后在这个 30 下这边 我们就是 main 就是程式 从 main 这个函数 开始执行 好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好 在这边有 开始就来问问题的 Who was the inventor of the Python 好 那答案是 是什么 Rosen Hudo van Rosen 好 结果他说我答案是错的 嗯 好 因为这个 v 要小写 好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除了答案这个 Hudo van Rosen 这里的 v 是小写 那这边我输入很大写 所以他就是 这边大条写都不一样 好 所以这边就被判定成是错的 好吧 那没关系再做第二题 第二题 In which country was the inventor of Python Python 就是这个 Python 的作者呢 他发明者 他是在哪个国家出生的 那这些答案是 应该是 应该是 3 好 所以我们输入是 3 好 3是 true 就答应我们答案是对的 好 以上呢就是 我们这边就讲到了这个 继承 在 Python 里面是怎么样去做设计的 那其实我们也带到了一些 像是多型这样的观念 怎么样在这个 在这个物件的这个执行的过程中 它被实现出来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